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过去这段时间 整个台湾都是向到高温又炎热的稳定天气 不过这样子的天气 在未来这几天会有一点不一样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开始减弱了 而西南季风又开始盛行了起来 所以明天会有一波新的封面雨漆通过台湾来 所以北部跟东部降雨会变得比较多 而中南部地区也有机会出现一些冷星降雨的 所以特别提醒您要多加留意这个封面过境带来的影响了 而明天受到封面过境东北风增强的影响 北台湾的温度会稍微降一点点 中南部地区依旧是比较高温的情况 其中要特别留意的是因为封场从原本的西南风转成东北风 所以北部地区的海面风浪会变得比较大一点点 台湾海峡的风浪也会变得比较大一些 特别提醒海上作业要多加注意安全了 而另外这波封面云记虽然也会带来一些降雨 但是因为跟水汽配合的程度依旧是比较差一点的 所以降雨的情况预计依旧是不多的 还是特别提醒您要持续的节约用水了 所以今天农业小丁尼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刚刚提过了接下来这段时间降雨的情况会变得比较频繁 变得比较明显一些些 所以最近正值夏季瓜类的盛产期 所以瓜类要多加留意慢哭病的防治 保持通风避免一些汁液太过茂密 而且要落实田间的卫生管理了 而最近芋头也正值生育期 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注意疾病药剂的防治 以及农事操作的时机 要不然很有可能投错了时机 投药投错了时机会导致投药的效果降低 或者是有一些受伤的一些伤口感染的状况发生了 至于未来的天气刚刚提过了 明天会有一波封面云系通过台湾来 主要影响的还是落在中部以北跟东部地区会有一些降雨 中南部地区预估云量也会偏多 也有机会出现一些零星的雨势的 不过整体来说都还是以中部以北东部地区的降雨 会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中南部地区只是一些零星降雨而已 所以可以看到未来这几天 其实中南部地区缺水的状况 恐怕还是没有办法明显的舒缓 因为主要的雨势都还是落在中部以北 东部地区还有山区为主 而且现在看起来预估的降雨量也不会非常的大 所以还是提醒你要多加留意 缺水的状况持续的节约用水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